眼前这辆一五款的宝马I8 便是瓦塔里花了将近两万七千码内 从网上拍到的 不过这车子的所在地挺远 好像在那个叫什么德克萨斯州 这不 一大早 瓦塔里就带着拖车师傅来到了所在地 只为能早点见到心爱的车子 咱们可以看到这辆宝马I8整体车身状况 还是比较糟糕的 车头盖都撞凹进去了一大块 主驾尾部这边的侧裙跟车轮都已不知所踪 连这里面的悬架都没了 到时候还得定个尾灯才行 副驾这边的状况就好许多 除了有些小的划痕 其他都没啥大问题 这一排停放的都是拍卖的车子 还挺多的 为了防止等会在运输途中跑丢 瓦塔里将前后保险杠 还有这个车头盖拆了出来 分开装 因为这些覆盖件被拆过后 都还没进行固定 主驾少了个尾灯 副驾少了个大灯 刚好凑成一对 瓦塔里指的这是一个销声器 看着挺大 不过 它这车子排出的声浪 好像是假的 除了假的排气样式外 还有一种玩法叫假声浪 就像河东湿吼公斑 声浪是向外界传递力量 并引起车主炉内高潮的绝佳元素 车跑得不快不要紧 但是声浪必须要够小 两个帅气的蝴蝶门 瓦塔里都是过了 能正常打开跟关闭 一子板 这位置是个充电口 这车子是由一台1.5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和一台电动机组成 这台发动机可输出231匹马力 最大扭矩为320牛米 电动机的最大功率为96千瓦 最大扭矩输出为250牛米 比较特别的是 它有两台变速箱 分别与发动机和电动机匹配 与发动机匹配的是一台 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而与电动机匹配的 则是一台两速自动变速箱 瓦塔里试了一下 车头两侧的铰链都没啥问题 车内的状况简单这么描眼 还是挺不错的 不仅干净 而且气囊都没有弹 这可是能给自己省步老少马内 就是主驾尾轮这块处理起来 有点麻烦 整套悬架系统的配件 都需要定心的 传动轴跟控制臂 还有减震气啥的 查看完车况 随后 瓦塔里给这辆宝马 还巴装到了拖车上 将车子固定好后 便往回赶了 随着瓦塔里这一顿的赶路 终于在下午三点左右 抵达了自己修理车库 由于这车少了个轮子 所以 比咱们平时卸车要麻烦许多 这要是直接滑下来 整个底盘估计都得报废 只能用千斤顶举着 慢慢推下来 刚刚这么一下 给瓦塔里吓得 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差点就撞到 旁边那辆宝石结上 好在是有惊无险 不然 还得给人家赔辆车子